随着上映档期的林静定 搜索也加紧了宣传步伐 继姚晨 陈红 王洛丹之后 女一号高圆圆也高调发表了女性宣言 和之前出演的角色不同 高圆圆这回可是变得十分冷酷 拒绝采访不愿让座 把片中夜蓝秋孤傲冷酷的一面 演绎的入目三分 悦然一目 那一向以青春形象世人的高圆圆 究竟将如何驾驭这一角色呢 您瞧 高圆圆这盛气凌人的架势 是否让您大跌眼镜呢 在电影搜索中 她饰演的夜蓝秋 霸气十足 冷酷到底 这与高圆圆以往青春可人的形象 有着天壤之别 冷酷的墨镜 艳丽的红唇 名贵的包包 如此造型 让高圆圆饰演的夜蓝秋 显得更加冷艳 总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她 就连坐公交车都是盛气凌人的 不仅脾气大 夜蓝秋的胆子也不小 因拒绝让座而被网友人肉搜索的她 依旧我行我素 即便是面对媒体的采访 她都不理不睬 冷酷无情 少言寡语 高圆圆此番颠覆性的出演 让观众眼前一亮 那高圆圆究竟能否胜任这一角色呢 你别担心 其实早在《倚天屠龙记》中 高圆圆就出演过残忍冷酷的周芷若 冷酷的周芷若最终没能和张无忌走到一起 而搜索中夜蓝秋的爱情似乎也并不顺利 俗话说得好 路遥之玛丽日久见人心 外表高傲冷酷的叶兰秋 其实内心并不依暗 原来外表强势的高圆圆 只是为了隐藏她内心的孤独和无助 内心细腻的她 其实在感情方面也是相当重情义 她能偷师太炎养 帮不下儿女情长 对爱执着的叶兰秋 是否让你想起以往那个 清纯可人的高圆圆了呢 而在预告片的结尾 高圆圆却给大家制造了一个悬念 我要坐好每个小时 生命短暂 没分 我比烟花更灿烂 为何叶兰秋会发出如此感慨 是恶极上身还是遭遇不测 一切答案还得您亲自来搜索 单得了美女 对得住人品 我的故事 或许 就是你的故事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